你都要踏實做人 踏實做人 我不要回北京耍雜忌 給我 來香港 哎呀 真的有點刺腸 這裏風景多漂亮啊 對啊 我剛想看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地方 這是紅山半島 這是吃廚 沙灘 再後邊就是香港 看到朱博士背著55磅重的滑翔傘 還有甚至對拿著幾十磅重的器材 我一定不可以說累 啊 我們到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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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風多大啊 對啊 這個風行嗎 現在 風太大了 風太大了 哦 還是太大了 這個龍基山 現在我們就在龍的背景上 下邊就是海 香港大多數人都在這裡飛的 這叫十澳龍基山 為什麼會選這個地點呢 因為這裡的風 方向比較好了 不過今天就是風力太大了 不是我們的運氣 對 如果我現在一飛 馬上就飛到山的背後去了 給它吹過去了 哦 那就會相當的危險 我們再等 等一會兒 等我看這個風有沒有好轉 天啊 你就是不肯把這個風數撿一撿 讓朱博士投進你的懷抱去嗎 天上是非常寬闊 香港在地下有六百萬人 在天上只有五個十個人 所以我們有很寬坡的天空 現在香港的華夏地露是在天上 不停地飛行七個半小時 我現在在計劃打破這個地露 最大的問題是去廁所的問題 所以我們起飛一天不喝水的 有的時候這個鳥 也會來攻擊我們的 他們以為我們是一隻大的鳥 有時候它會飛過來 像我們攻擊也有的 有的 跟我們一起飛了 很好玩的 七年前 五十一歲的朱博士 背著華翔傘從香港出發 飛約兩千公里到達北京 創下了三項世界紀錄 更為眼科飛行醫院籌的 一百萬扇款 那一天天氣特別熱 空氣比較薄 那麼起飛就更加困難 用了一兩個小時才飛得起來 那麼飛起來以後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在天空上面 這個溫度比較低 一一起飛了就沒有問題了 我一直飛到深圳 飛了一個多小時 在這個大陸的移民局門口降落 然後辦這個 這個刻頭裝的手續 一路在天上飛 內地的風景真是漂亮的 真是漂亮的 很少人有機會 再從上面的角度看這個風景 這個沒有言語可以了解這個感覺 冷靜 大膽的朱博士 原來還當過警察呢 真正做警察要用到槍的機會很少 有的人當了一輩子警察 也沒有打過槍 對 打多少都是這樣 就拔槍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很嚴重的是 比較少發生 如果真的讓你遇到這個情形的話 你會不會真的拔槍呢 發那個子彈呢 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相信 有需要 我一定會把槍 而且我把槍一定會打中 因為我太熟了 我練了幾千幾萬槍了 很熟很熟 如果有需要 一定會打 而且一定會打中 哇 哈哈哈哈 差了 不行了 看他喜歡他 很帥吧 他們都是在這香港射擊總會的練習場裡練習 射擊總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槍會 提供多個符合奧運會標準的練習場地 每個香港永久居民也可以成為會員 而朱博士的身份可不簡單 正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朱博士我們先看這是什麼 這是9號米的手槍 9號米的手槍 一般這個政府的這個警察 特警隊啊 都是用這個槍的 美國70%的警務人員 都是用這個手槍的 9號米可以用 16力子彈 嗯 是這個火力是很大的 那這個是 點45口徑 嗯 比賽用的手槍 這槍的正確性啊 嗯 這個性能是很高的 嗯 點45打口徑 你看這個是相當大的 對 打口徑 嗯 那子彈也是相對的 也是相當的大 相當的大 這是點45口徑的子彈 這個後座力很大很大的 你等會不會看到 很準 非常非常準 好重喔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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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擊本身是一個壓力比較大的運動 那麼如果比賽的時候壓力更加大了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 壓力很大的時間 保持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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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自己的這個能力 這是一個挑戰性非常高的運動 你的手一鬥 你的 你在精神上 這個一步可以控制自己 什麼東西都打不中 朱博士 是 給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先看到這把人是什麼槍 這個是奧運的25米快射手槍 他用的子彈是 電22口徑的子彈 這個比賽是用電子拔 這個拔有五個拔子 用這個電開的 一開了拔子以後 第一個階段你有八秒鐘 打五發子彈 第二個階段你有六秒鐘 打五發子彈 第三個階段是四秒鐘 打五發子彈 四秒鐘 四秒鐘打五發子彈 一發子彈 還有不到一秒的時間 不到一秒時間 你還要舉槍 所以時間的壓力是相當大的 朱博士 我看到這個項目好像是相當的複雜 好多儀器也給我們解釋一下 很多儀器 對 這個 monitor 是看八指的 因為八指距離太遠了 眼睛是看不到你的子彈 打在哪個地方 這個是應應機 你打的分數 它會自動積落下來 這個項目是奧運50米 自選手槍的比賽 中國奧運會第一個金牌 就是靠這個槍 這個項目打回來的 這個槍是用電子點火的 所以這個班機的時候 你點倒一點點 它就響了 是嗎 所以很敏感的 你這個手指要控制得非常好 那麼而且這個槍 槍托是定做的 因為這個正確性 所以它根據你的手的營造做的 這個子彈打出來是非常非常正確的 那時間方面 時間方面 在一個半小時六四發子彈 一個半小時 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可以給你自己分配時間 我的興趣範圍是比較廣的 手槍是一個需要很正進 基本上不動的一種運動 飛行就是非常動態的 而且是個立體型的動態 上下左右都可以 兩種運動我都喜歡 它過油過的好處 人生就是這樣嘛 什麼東西都要盡量體驗一下 這樣人生才有意義 只可惜我們有香港的射擊執照 不能為大家示範真槍射擊 唯有小事牛刀 玩玩氣臭槍了 要擊中幾乎看不清的把子 還挺難的 還好不太失禮了 設計跟從前當兵是有一點相同 就是說當兵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是用步槍 我們叫做M16 我們今天大家我們看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輕巧的 比較短的一些槍 我很想學那個大口徑的那把槍 因為覺得那個威力是比較大 而且會比較刺激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需要繼續挑戰自己 需要繼續有刺激 這個是長生不老最好的辦法 吃什麼補藥都沒有用的 我的目標就是在我70歲的生日 那一天做一支飛行 什麼 我才不嫌呢 我還要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哪啊 啊 害怕是吧 這麼刺激的玩意呢 只適合我們男生去玩的 好 我現在不陪你 要去接受挑戰 喂 聽我把話說了才走嘛 哎呀 我是說啊 我也要認認真真地鍛鍊一下 而且啊 我已經辦了一位 國際知名的女俠做師傅了 就讓我來自行 我覺得那一個女俠做師傅 你真是要去看 bonsai 我可以去看 学功夫的人 就因为你学了 你要有一定的海洋 表示你会打 其实是让你强身健体 别以为他只爱五刀五剑 原来他一样是爱拿锅铲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